女子走到環保室准备倒垃圾 这时后方一台机车突然暴冲 直直朝他撞下去 女子当场后仰摔倒在地 第一时间还能自行坐起身 但双脚擦错伤站不起来 这样是没有撞到头发 车祸就发生在台中西屯区 黎明路三段一处公寓 27号下午2点多 20岁郭姓女子怎么也想不到 在自家倒垃圾也会被撞 后续警方出不了解 肇事男子当时证有外出 已经发动机车 不过途中误触油门炼火 自己骑人那个吧 应该也不会啊 你动线是这样出去 他不会交叉 你说动线有交叉 他就会说人要注意嘛 他这个我们是这边 往这边那也很奇怪 知书请右手指 不慎勾到机车的油门 而机车向前包冲 自机车碰撞行人锅女的造势 徐南经久侧并未有饮酒 详细的事故原因 将交友交通其他大队 后续分析研判 发动机车最好还是选在 准备出发的车道路口处 否则波及五国路人 后果无法预测 现在新闻草山宣真台中 采访报道